大家好,我是Hidy 最近整天都躲在家 完全不知道原來銅鑼玩 已經開了Cosme Store 有一天我去理舞台的時候 經過看到雙眼發光 然後衝進去,不出來 裡面的格局很好走 一邊是化妝品,一邊是護膚品 完全是樂而忘返 所以我都輕輕地買了一些東西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即場用第一印象開出來 時尚臉化妝給大家看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想看看我在Cosme Store買了什麼 以及我的第一印象是怎樣 我們現在就開始化妝吧 好,第一樣的產品就是這個 Excel的遮瑕盤 裡面是做得非常精緻 它有一個雙頭掃 然後有三種不同色調的遮瑕膏 它的顏色質地就是這樣的 不算是很滋潤 也有一點偏乾 我遮了窗面的光線 大家可以看到用了和未用 其實都很大分別 我暫時只用了中間那一格的顏色 上到眼睛那裡 未至於或一上去就爆出蜘蛛紋 但你會看到它也不是一個滋潤的遮瑕膏 這一盒的Excel三色遮瑕膏 其實都很明顯是和Ipsa的遮瑕盤 有異曲同工之妙 當然它便宜很多 一百四十多元也不貴 也可以用到很一陣子 然後到底妝的部分 我就買了這一支美容液粉底 它做了好像一個保濕精華一樣 它是磨砂玻璃瓶 上面有些糖金字 其實我覺得蠻漂亮的 它的價錢是160元 包裝上面寫是乾草機可以用 有SPF 30 PA兩個加 絕對不會厚重 而且是有透明感的 它不是流質的 我完全沒有怎麼滴下來 我現在就塗了一層 其實它沒有說白過我的顏色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著鏡頭 就覺得有一點偏灰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鏡頭看不看得到 其實我覺得它遮瑕力也挺低 你看到所有的紋路 點點全部都還在 但是它就有一點點黏粒 而且你看到這個位置 它是完全起了拆字膠水 一直掃到頭髮 你會看到它沒有什麼修飾毛孔的能力 不算很貼面 沒有細滑到皮膚的感覺 我還給它的包裝吸引了 我覺得有一點點疼 然後到蜜粉 也是Excel的產品 我買的是01自然色號 無閃粉 它裡面其實是一個蜜粉餅 有一個Puff 然後下面就是那個粉餅 粉是非常細滑的 你會看到不會太大粉 但是我忍感不會飛粉的 我覺得這個粉真的很OK 推薦推薦 它的價錢是$199 不算特別便宜 我照鏡這樣看 是完全不會厚粉 非常自然 臉是非常滑的感覺 眉毛鼻影和眼影 我就沒有買新的產品 所以我很快地化完回來 眼影方面我非常清淡 因為其實都沒有特別的東西 我用的是 Etuhouse和巧克力品牌聯盛系列 如果你想知道它這個系列 還有什麼產品 它的顏色是怎樣的 記得看之前的影片 現在我就畫眼線了 這個牌子的眼線筆 其實非常出名 但是我從來都沒有在日本買過或試過 我買的顏色是PE2 也是我喜歡的深啡色 畫下去就非常滑 一點都不刺皮膚 而且你看它的出水度是非常平均 不會一折折的 這支LB的眼線筆售價84元 比起我平時用的MODERN LINER 是便宜一大折的 我覺得畫出來的感覺 兩支都非常好 它們都不會滴了眼線 我的眼睛變成黑色的墨水 我已經穿得很大力 皮都歪掉了 但皮都是很穩固的 它的筆頭很滑 有彈性 所以畫那條線的時候是得心應手的 我覺得挺好用 大家可以去試一下 然後就到Mascara方面了 我終於在香港找到我好喜歡的Opera My Lash Mascara 它的價錢是$75 非常之划算 大家真的一定要去試一下 大家會看到它的刷頭是偏細和偏幼的 沒有那麼容易沾到眼皮 而且它的質地是超輕盈的 讓睫毛可以捲曲全日 而且它塗出來的效果是根根分明 不容易起蟑螂腳 然後我用了Colourpop的這一款 也是上次開箱那條片已經介紹過的 它的光澤真的超級無敵 化妝品最後一樣東西 就是這支柚色潤唇膏 我看到這個嘴是否超級吸引 不知道裡面是怎樣的呢 包裝的形狀有點像MAC的紫彈唇膏 但它是完全索膠 打開外面的顏色是一個很漂亮的粉橙珊瑚色 先看看手上 咦 它沒什麼顏色而已 努力塗努力塗 嗯 有淡淡的顏色 包裝上面就寫著它做到24小時的lip care 之後就做到一個錯覺的感覺 就令到嘴唇很有顏色 很有血色 咦 這樣遠看 原來它真的做到一些血色純色的效果 而且它是非常滋潤 不是那些假潤在表面完全滲不進嘴唇的感覺 味道方面它有一種很淡很淡的橙味和果汁味 但跟它封面的嘴唇有一點差距的感覺 它是沒有修飾到我本身的暗沉的唇邊位和唇色 之後它也沒有做到很大的玻璃唇效果 有一點遮蓋我唇紋的能力 但就沒有完全遮蓋玻璃嘴 我在cosmere store 除了買了以上的化妝品之外 也入手了一點的護膚品 這個品牌每一年在日本美妝牌行榜落妝產品 都佔了頭三位的很多年 你會發現它的質地都蠻水狀的 雖然它是一個油 但不會說結塔塔很厚重的感覺 它裡面容量175ml 就賣144元 我覺得這個價錢 它永遠都是頭三位來說 絕對不算貴了 它好用過很多大品牌的落妝油 這款你落完妝是絕對不會有那種繃緊的感覺 而且它的味道非常舒緩 我買的是黃色版本 上次有精油味 這個是玫瑰版本的味道 然後還買了兩款面膜 這款大家不陌生 我之前也有介紹過的桃味面膜 不同在於它這次是濃厚版本 雖然它說是濃厚版本 但我覺得分別跟普通版本不太大 兩款的價錢都是一樣的 59元有四片 我覺得現在這麼乾的時候很快 麵膜已經不貼面 已經浮起了 所以可能要等天氣不太乾的時候 我才會用 而另外這一款是挺有趣的 我不太知道它是什麼牌子 但是是一個番薯麵膜 裡面一包有10片 價錢是76元 我本身以為敷的時候 會聞到很香甜的 有一個番薯或是灰番薯的味道 其實是沒有的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的味道 讓大家看看裡面 它不會滴到很濕的 所以你見到我現在打斜 放下來都不會有濕的感覺 但你不要以為這樣 面膜就不夠保濕 或者敷在臉上的時候 會不貼面乾真真 又不是的 它那些精華是真的 遍佈在每一塊的面膜裡面 有一點點厚重感 但不會覺得黏黏的 我覺得它對比起很多包裝面膜 保濕程度是很多的 它有很多不同的蔬菜 有秋葵、蓮藕 但每一款都有不同的功效 我選了一個當然是我最喜歡的保濕 我覺得不錯的 有機會會回購的面膜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我最近在cosme store 購物的經驗 以及直接試了臉給大家看 希望你們都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影片 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影片 每天六間就三天 每天六間就十二天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